為了鼓勵海外子弟學習中文 美東南區中文學校聯合會 即亞特蘭大喬教中心 舉辦了正體漢字文化節 國語朗讀比賽 吸引五間中文學校 共有六十三位學生報名 其中也有不少其他族裔學生參賽 比賽相當激烈 為了增進學生們學習中文的興趣 推廣在美中文教育 促進中外民眾欣賞中文音韵和文字之美 美東南區中文學校聯合會 即亞特蘭大喬教中心 聯合舉辦了正體漢字文化節 國際朗讀比賽 比賽依照學生程度分成三組 依序朗讀詩詞與散文 現場兩位評審分別引發音 異陽頓措 語感 還有動作衣著 儀態等逐項評分 一天參與的同學跟學校非常的踴躍 總共有五所學校六十三位同學們來參加比賽 比我們當初計畫想像的多了很多 所以非常感謝各位學校的支持 同學們的支持 還有喬爾中心辦事處 對這項活動的各方面的支持以及鼓勵 在台下還未上場的參賽學生神情緊張 抓緊最後的練習機會 當天除了喬包第二代之外 也有不少其他族裔的學生一同參與 雖然程度高低不同 但每個人都使出渾身解數 希望能夠將最好的一面發揮出來 台下老師 家長及觀眾們也為學生們精彩的表現 給予熱烈掌聲 你好 我叫雷莎娜 我學中文說了四三年多了 已經三年多了 我喜歡中文在那個戲劇看的時候 我真的喜歡他們說的方式 他們的聲音很漂亮 所以我想學那個language 我真的非常熱烈 很興奮 我練習很多很多很多練習 我已經學中文了一半年 我為何我願意學中文 是因為我願意去台灣 我認為它是非常美麗的地方 在未來我真的想要去那裡 這場國語朗讀比賽 報名人數超乎預期 駐亞特蘭大辦事處副組長劉漢明 喬教中心主任傅錦玲 也代表劉金言處長出席活動 尤其在世界的潮流趨勢下 學習中文一定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正體和字是中華文化的精髓 一直是喬委會十分重視的東西 藉由國語朗讀比賽 希望提升學生學中文的興趣 增加未來職場的競爭力 台灣宏觀電視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 現在看到了 是